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满九个月 上午在市政议会进行市政报告的时候 提出五大当前市政重点 包括首富经济、务实建设、乐活社会、国际接轨和青年城市之外 也再次强调办好教育以及照顾弱势 是他任内重要的工作 希望率领市府团队全力为高雄打拼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市政报告中提出五大市政重点 除了以首富经济为主轴 还包括务实建设、乐活社会、国际接轨和青年城市 希望全力行销高雄观光 吸引企业投资全力为高雄打拼 人生有这个机会来到政府部门服务 只有一个目标 全心全意来帮市民来打拼 高雄市政府今年咬紧牙根 再挤出4700万台币 推动下一代中英文双语教育 第二 也是肩膀上巨大的责任 照顾弱势 来到高雄我们才会发现 278万人口里面身心障碍者高达14万 这是多大的数字 韩市长在报告中也再次提到 任内最在意的两件事情 就是办好教育和照顾弱势 强调这是他任内坚定不移的工作目标外 他也提出四个一的想法 希望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 打造高雄成为全台首富 我觉得高雄迫切的需要这四个一 让高雄有脱胎换骨的机会 一个是2019年即将2020年 我们高雄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机场 第二 高雄迫切的需要一个自由经济贸易特区 让我们所有的在这个特区里面生命力完全释放出来 第三 也就是大家非常担忧的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 这些第四 一个完整的捷运交通网 如果高雄这四个条件都能够成熟的话 我相信高雄一定会脱胎换骨 韩市长也盘点上任后九个月 团队在交通 水利和路平等重要市政建设的成果 深知这是高雄市民的期待 他责任重大 我们打造高雄 致力于成立于 让高雄变一个友善投资的城市为目标 我们一直积极的推动检政变民的工作 未来的施政大力的来新立 我们一定要站在企业家跟人民的角度来思考 长达一个中头150页的施政报告 韩市长希望充分向市民展现团队 努力打拼施政的用心 不论是青年就业 改善空污 推动科技产业翻转城市意向 都要用具体施政回应市民的期待 记者李正道 黄兰军 高雄报道